來港做槍手 內地尖指可能失去留學機會 18歲被告趙春林的爸爸 一度以為兒子失蹤 前日由北京趕來香港 這個孩子能用這個教訓 他以後會失去 因為這個教訓這麼多年 他以後會在這個網上 兒子在庭上見到爸爸 亦都輕鬆了 還用流利的英文對答 他們一家三口原籍河南 為了兒子 爸爸媽媽搬到北京打工 爸爸做編輯 月入近8千元都用來供他讀書 趙春林都沒有令他失望 在星美大學AP市道 考到七方滿分 麻省一間大學收了他 還有兩年獎學金 為了減輕父母的負擔 他在網上登廣告幫人補習 有網友給路費他 五月去深圳 誰知對方再給2,500元人民幣 和假身份證 叫他來香港代考 他成功考了兩份AP試卷 但考到第三份 被揭發用假證代考 裁判官罵他 幫未有資格的人 獲得留學美國的機會 涉及跨境犯罪 罪行嚴重 極可能失去學位 但形容事件是悲劇 輕判監禁半年 還鼓勵他如果表現好 最快8月放監 希望年輕、聰明、成績好的他 可以改過自身 我們來說 馬上 為誰 故人 可以改善 改善 快 感谢观看